江南造船厂有了核最新动态 这预示着003航母下水的时间临近了吗 003航母的下水对中国海军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美国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此次中国海军官方发布了首部航母主题宣传片 通过这部航母宣传片 在最后的彩蛋中 用三胎明确暗示了中国第三艘航母即将公开亮相 据相关报道称 在中国海军首部航母主题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影片介绍了中方研制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舰 还有航母舰载机殲-15战机的计划 其中也展示出了中国海军发展的历程 以此来凸显出中国海军的日渐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中国海军首次公开官宣003航母即将公开亮相的消息 这在之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 对于中国海军首次正式官宣003航母即将问世的消息 这对于军民朋友来说是巨大的震撼 也对003航母的问世有了更多的期待 这波近日有消息称 据美卫星拍摄图片显示 江南造船厂最近有大动作 兴趣港池挖身而且已经竣工 据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为003航母下水后进行西装做好准备 在此前有网友爆出中国海事局的作业文件 据此份文件指出江南造船厂将有大动作 就是要进行港池挖掘工程作业 此作业范围将在三区港池长1200米 宽300米水域 并且有多达18艘船舶参与此次港池挖身作业 这也是相当大的规模了 其作业方式为 抓杨氏挖泥船以一个主锚和四个边锚 依据施工码头和边界浮标及GPS定位 并依据水池控制下斗深度进行挖泥施工 淤泥船根据指令驶向挖泥船靠搏险侧 通过缆绳固定安全停靠 挖泥船将淤泥抓到泥泊舱装满后 根据潮水流向按顺序解开缆绳 驶离施工场地 因此这就刚好可以使人很好将其联系在一起 此前江南造船厂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作业 就是为了给003航母下水开路 以此来清除一切的水上障碍 让003航母可以更好完成下水 达到最好的下水测试效果 此外 据外媒消息显示 中国003航母已经完成了所有分段的总装 船务西装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 这意味着 中国003航母的建造工作确实已经接近尾声了 很快将要下水了 现如今随着新区港池挖深的工程竣工 使我们知道 这是专门为003航母下水后西方准备的场地 因此这就更加确定 003航母真的很快要下水了 据此前消息称 003航母将在6月3号端午节下水 距今已不到一个月 这就更加令人期待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江南造船厂已经万事俱备直前通风了 已经为003航母的下水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这就使更多人对003航母的下水充满了期待 这主要是由于003航母对于中国海军来说确实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因为它弥补了中国多个方面的空白 也给中国航母的水平带来很大的提升 因此对于中国航母的建造有着极其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 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航母工业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下003航母的建造 据悉 003航母是中国正在建造的第三艘航母 也是中国第二艘独立自主研发的国产航母 其身长约320米 只比福特号短了13米 其飞行甲板的宽度约为73米 并且安装了三具弹射器 其中两个在船手 一个在斜脚甲板 另外003航母只有两部矩形升降机 它们都位于右衔 分布在舰岛前后 加上中国003航母采用了 弹射辅助起飞及拦阻回收系统 此系统不但能帮助003型航母 承载更重的舰载机 并提供其更大的灵活性 效能性 生存力及作战范围 此外 003航母取得的较大突破 就是采用了电磁弹射系统 而非传统的蒸汽弹射系统 前者系统在操作上更简易 这样一来 不仅使舰载战斗机的起飞条件 得到了较大改善 也使可用的舰载机类型大大增加 并能让舰载机快速起飞 进而增加飞行效率 除此之外 003航母还安装了一体化围杆 而这一体化围杆则是全舰的制高点 也是航母的核心装备 随着现代化侦察技术 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 围杆的作用 不再是作为从前的人为观测点 而是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发展 一体化围杆通过安装各种的雷达通信天线 并将其设计成平面式或者球形阵列天线 组成一体化的封闭式综合传感器围杆结构 以便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雷达探测的目的 达到最好的探测效果 因此 一体化围杆也成为了军舰现代化程度的象征 那么一体化围杆在003航母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003航母安装一体化围杆后 可以通过借助一体化围杆的综合化射频管理技术 使得003航母上的各种作战需要的设备 都能够以较高的密度来集中安装 以此来扩大舰船上的使用空间 并使它们得到妥善的保护 所以中国也已经实现多个设备 共用一个天线面板工作 从而使这些设备在进行工作时不会相互干扰 从而使得舰艇的整个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性 得到巨大改善 从而也使003航母拥有较高的隐身造型 使003航母上的各种装备都能够采取隐藏式设计 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雷达反射面积 尤其是对雷达捷面积的减少作用十分的明显 也极大提高了003航母的隐身性和安全性 随着003航母安装了一体化围杆后 将有利于实现003航母上部结构的一体化和集成化的总体性能提高 也极大的减少了003的上部结构重量 也极大的减少了003航母的上部结构重量 从而极大的优化了003航母的结构布局 也能够为003航母后续的新装备和新设施的安装 节约了大量的空间 也能够大幅度地增强003航母的作战能力 这对于003航母来说真的是非常合理化的设计 真是如骨添翼 另外003型航母搭配了空井600 用以提升航母战斗群的感应力和探测作战范围 这样的战力升级 使得中国海军稳居全球第二 并将有望赶超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 进入21世纪后 中国海军军舰如下饺子般服役 甚至在核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的国防建设令很多国家惊掉了下巴 就连美国国会研究所都表示 虽然美海军在全球无人能敌 但中国海军现代化程度早已缩减了与美国的差距 003航母在舰载机方面 采用了中国最新研制的歼35战机 据消息称 为了保证最好的上舰效果 并与003航母形成紧密配合 中国空军现如今正在对歼35战机进行密集试飞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相关技术和调整 这也将意味着歼35隐身战斗机距离正式定型列装也已经越来越近 也令人十分期待它与003航母的组合 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些才构成了一艘完整的003航母 而且是一环接着一环 一步步的循序渐进 这也是中国造船技术高超的表现 这也将促进中国海军的飞速发展 先如今随着003航母下水时间的临近 这将会对美国产生巨大冲击 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 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让我们一起期待003航母的下水吧